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7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如何制裁林郑月娥等11官员的 这个新闻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和香港的11名官员进行制裁 那么这个制裁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在推特上也看到有一些网友说,西方的制裁是装样子的 那么我们今天讲讲,到底是怎么样制裁的 我们要自其然,还要自其所以然 我们从猴子变人开始讲 那么7月29号,我们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就是报道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 OFAC,OFAC7月20号把这个香港列入制裁名单 那么我们当时就讲,美国下一步就会公布 对香港制裁的具体的名单 那么可能是先是人,然后再是实体,那么或者机构 那么7月14号 川普总统签署了一个很重要的法律 叫这个香港自治法,香港自治法是由 参议院、众议院分别通过,然后呢再交给他签署 7月14号 川普总统签署了这个香港自治法 那么其实呢,他还同时签署了另外一项法令 就是行政法,就是说 叫香港正常法 这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英文叫Hong Kong Normalization 这个行政命令要求在15天之内开始行动 终止香港的这个特殊待遇 制裁 所有参与之前制定 后续执行通过港版国安法的人员和机构 所以 那么香港正常法的行政命令,它的编号是13936 这个13936这个编号就是这一次 中国和香港官员制裁文件的编号 所以大家可以去 去美国财政部 OFAC的这个网页上查,你去输入这个13936这个编号 你就能够查到所有的 在这一次被制裁的11名官员的所有的资料 这个资料非常的完整,就是包括他们的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 包括他们的住址,出生地,出生日期等等,所有的资料,个人资料全部都在上面 包括他的住址 等等 那么 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叫OFAC的网站 他是7月20号把香港列入这个制裁名单 那么 我们当时就说,就是7月29号我们说这个应该 香港的制裁应该就快到了,因为香港已经上去了,现在就 剩下出名单了 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个这次11位 中国和香港的官员 中国大陆的官员是谁呢 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然后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张晓明原来是中联办的主任 然后是国安公署主任郑彦雄 郑彦雄其实刚刚到任 他其实到任的时间很短 但是他也被制裁 这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总共是四位 然后香港官员,香港官员当然排第一的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然后跟着是什么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然后是前警务处长 卢伟冲 他已经离职了,也制裁 然后是律政司司长 郑若华 特首办的主任陈国基 然后是警务处的现任处长邓炳强 邓在香港是个大姓,姓邓 曾国卫是内地事务局的局长 在这个名单当中有一个很特别之处 什么特别之处呢 香港的政务司司长 排第二位,香港第一是特首 特首是林郑月娥 排第二位的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没有上榜 那么还有个财政司,财政司可以不上榜是可以合理的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 张建宗没放上去 张建宗没放上去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点讲究 有点讲究 有点文章在里头 然后美国财政部长努姆辛今天在声明中强调 香港特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年推动 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案,在香港引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 反对派示威运动,美国政府和 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会使用政策工具针对侵害香港自治的个人 和政体 那么根据香港正常化 的行政命令的第四部分 怎么制裁 总共有四部分 第1部分 禁止美国人 与被制裁的人和机构进行任何的金融交易 这是第1个 第2个 禁止他们的家属申请入境或者是移民美国 这是第2个,第3个 冻结他们的财产 和财产权益 第4个 冻结为他们提供实质性 协助 支持 商品 或服务的个人或者实体的财产 和权益 这是一个 具体制裁有以下的行为 就是说 这11个人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被制裁的名单上面 因为他们做了两件事 第1件事 执行港版国安法,直接或者间接参与,胁迫、拘留 扣留 监禁他人 以及参与制定通过 在香港行政区内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任何 就是 人员和机构 现任或者前任领导人或官员 这是第1个,第2个 他们的行为包括 迫害香港民主程序或者机构的行动或者政策 威胁香港的和平 安全 稳定 自自 在香港审查或者限制香港民众行使自由,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或者集会自由的行为,或者限制自由 和独立的印刷机构在线或者是广播媒体的访问 对香港人的法外引渡,任意拘留 施以酷刑 或者在香港发生的其他严重 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 或者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就是这11个人 做了刚才我讲的这两种行为 他们就会被制裁 他们才被制裁的 那么这个OFCA,叫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 他们是1950年成立的,他的法律依据是美国的国际紧急法 及经济权力法案和与敌国贸易法 那么OFCA的制裁有三类,第1类 叫什么呢,叫SDN SDN的中文名字,英文叫specialty 中文叫被特别指定国民 和被阻止的名单 就是SDN 这个SDN基本上是现在财政部的 OFAC主要的一个制裁名单 那么还有两个制裁名单,一个叫做综合制裁名单,一个叫做其他 制裁名单 这一次被制裁的11名官员全部都属于排第1的 SDN的清单 那么SDN清单 所有在SDN清单上的 人 或者是机构 有三样东西 第1个 不能使用美元 第2个 不能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 第3个 不能和美国的企业 进行业务往来 就是所有SDN清单上面 那么SDN的制裁分两种,一种叫一级制裁,一种叫二级制裁 那么一级制裁规定 规定第1 美国人士,美国人士指的是什么呢 美国公民 美国永久核发居民,就是绿卡 美国实体 还有美国组织,不得与SDN进行任何交易 这是第1个,就是任何交易都不行 其实之前讲金融交易,其实任何交易都不行 这是第1个,第2个 冻结财产 和财产权益 第3个,如果 交易涉及美国人士,那么这笔交易就会被冻结 你跟他买东西,那可能你这钱付给他 正好他知道了 这笔钱就会冻结 如果交易不涉及美国人士,那么这个交易实体或者个人 可能会,就是跟你进行这交易的人就会实施 被实施二级制裁 就是 他不仅仅会制裁SDN上面的人 你跟他进行交易的人也会被制裁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跟他保持距离的原因 就是因为 谁都不可以跟他交易 那么他有一些交易制裁的规则 第1个叫50%的规则 什么叫50%的规则就是 只要你 拥有的权益达到 或者超过50% 那么他也跟你一起被制裁 那么这是第1个,第2个就是 你的权益超过50% 也是被制裁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机构,他下面一个下属公司 这下属公司呢,他占了30% 那就不用,但如果达到50%,那就他 自动会被列为制裁对象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有几个特点 第1个特点 禁止与SDN名单上的这些被制裁的人 禁止和他们交易的 不限地点 不是说林郑月娥 跑到美国去才不许他交易,不是的 任何地方 只要他是SDN名单上的人 美国的任何机构,在任何地方不可以跟他进行交易 也就是说 理论上来说,这些人都没办法去麦当劳,吃麦当劳 因为麦当劳是美国的机构 他不受第1点限制,这是第1个,第2个 他甚至禁止 和SDN之间的间接交易,或者是相关的间接交易 就是 就是你可能是间接的进行交易,都不行 那个人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大家都会很小心,就看着背后有没有这个SDN的名单 如果有这个名单的话,都不行 这是第2个,第3个 在SDN上面使用的人 只要他使用美元进行交易 那么 OFAC都认为他对这个交易有管辖权 也就是说跟他交易的人 不管是什么交易 只要是在用美元进行交易 甚至这个对象跟他交易的人不是 不是美国的机构 美国都认为他有管辖权 如果你放在他手上,他一样会制裁你 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之前我对这个制裁,美国制裁或者西方制裁没有概念 那么后来随着我们慢慢接触到华为的这种制裁 包括慢慢我们对制裁就开始认识,包括后来的 伊朗的制裁,俄罗斯的制裁 你就会发现 制裁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开玩笑的 被美国政府制裁 肯定是有非常震撼的后果 我举个例子 我们就说 昨天的新闻,昨天是 抖音 腾讯,抖音就是北京的这个字节跳动 被制裁 现在还没发生,要过45天 当时我就讲,他们的业务主体在中国,对他影响不大 对他影响不大是一个 总体而言 但是并不是,并不是没有影响,并不是影响 我说影响不大,主要是针对他主体业务而言 但是其实他们影响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大到什么地步,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 腾讯 腾讯 他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腾讯是一个网站 也是一个服务 是一个互联网的服务 对腾讯来说,最大的资产是什么 是服务器 想象得到吗 腾讯有大量的这个服务器 我们叫这个矩阵,服务器的矩阵 落在一起的服务器,打包在一起的服务器,服务器的矩阵 因为他有大量的数据要储存 有大量的服务在上面跑,他需要大量的服务 他需要服务器 他需要数据库,管理这些数据 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这个 高速的电脑 帮他算 等等 那如果他被美国制裁 美国对他进行制裁,意味着什么 他不可能买到高性能的服务器,这些基本上高性能服务器都是英特尔的 英特尔不能卖给他 然后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还有数据库 Oracle,所有的大型的数据库,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的 也就是说,当然他现在的服务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就别增加新的服务器了 你就别增加新的数据库了,等等 你在互联网这个领域,你绕不开的是什么 你绕不开的就是这个 美国公司 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 你很多开发平台 很多开发平台都是来自美国 你比如说像之前这个海思 海思被,如果被制裁,他的后果是什么 海思是做什么的,海思是做这个 它是一家设计公司,芯片的设计公司 芯片的设计公司的平台 就是美国的上市公司 如果海思被,华为被制裁,海思肯定会被制裁,因为他拥有50%以上的股权 那么海思被制裁意味着什么,他的那个平台,这个设计的这个平台就没办法使用 就是没办法使用,就会被锁定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们再说抖音 抖音最重要,抖音 字节跳动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字节跳动也好,每日头条也好,他们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推送 推送是什么,推送是智能推送 智能推送后面有什么,后面有两样东西 一个大数据 一个是人工智能 这两个拼在一起 做这件事情 大数据也好 人工智能也好,底层的平台是谁的 全是美国的 如果他被制裁的话 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但是他肯定在这件事上会有麻烦 一定会有麻烦 所以 如果 抖音也好 腾讯也好 他们的吃饭的工具都有危险的话,你想一下他是不是很痛苦 非常痛苦 你记住,反正被美国政府制裁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不信你去跑 伊朗去看看 问问伊朗人 制裁是什么滋味,或者是去俄罗斯 你问俄罗斯人 被制裁是什么情况 那非常的痛苦 所以 这是第一,我们说我针对这些企业或者针对这个政府来说 针对个人 那动结,第一个动结资产不是开玩笑的 虽然林郑也好,或者其他官员,可能他在美国没有资产,都没关系,我的资产不在美国,我不怕他冻结 哈哈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林郑跑到加拿大 买了一栋房子,或者是跑到英国买了一栋房子 他汇钱过去的时候,汇的是美元 他可能这个房子就会被冻结,因为他汇率比钱到 汇率比美元到 到那边去 那么OFC OFAC就认为他有管辖权,他就会找英国人,跟他说我这个房子,我要给他冻结了 这是他的资产 他用了美元进行交易 所以这里面 你不知道什么地方你会 你会有问题的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说你这就是几道杠,怕什么 这几道杠出来的效果,那可就幻化出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开玩笑,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这个 禁止交易这件事情 那是全方位的 而且他会影响你的间接交易 就是 这个人 他可能 他可能不是给你提供金融服务的,你比如说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在香港可能他就从此再也没有账号 没有一家银行敢给他 敢给他开账号 可能林郑月娥从此以后在香港就再也没有账号 可能他只能跑到国内去开个账号 他没有人知道 但在香港他开不了账号,为什么 就算中置银行都不敢给他开账号 原因是什么 那正好给美国一个借口,我们已经有一个法律规定,不能跟他交易 对他进行制裁了,你现在跟他开账号是吧 行我就制裁你 他要是制裁你这家银行,直接就倒闭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林郑月娥可能就是在香港就再也没有账号,他如果跑到英国去也可能没有账号 没有银行账号,没有银行敢 敢为他提供服务 所以他就是,这就叫什么,这叫长臂 长臂管辖 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 被制裁,个人被制裁,你会变成什么 你就会变成一个瘟神 所有人都离你远远的 你就孤单的 终老吧 这是一个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制裁绝对不是一个 绝对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东西 美国政府 财政部,他们做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熟练,因为他们这件事情干了几十年 非常有经验,也非常 非常很多,非常多的手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条件可说,大家千万不要 觉得那是一个随随便便说一下的,不是的 得罪美国政府 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说一下影响 第一 这是个开始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开始 我之前批评川普总统,说在 在香港议题上川普总统啥都没干 那现在开始了 那么下面就跟的就是什么 跟的就是机构的了 就是除了 除了人、官员,然后后面就是机构了 那么 那么现在 我之前讲过 中共在香港推动那个港版国安法 完全没有顾忌,一路跑下来,跑了一个多月,把所有东西全跑完了 现在开始拿着港版国安法开始抓人了 毫无顾忌 这是我当时批评这件事情的其中一个 方面 那么现在 打到人,其实有些人觉得 我们也是 我其实以前对制裁个人觉得深不以为然 我觉得 你肯定要搞机构嘛,搞政策嘛,其实搞人有什么太大的 这可能还是这种思维方式,觉得个人不重要 机构才重要,组织才重要,这是我们成长 成长的影响,但是 其实不是的 个人才打得痛 为什么 组织是由个人 个人负责的吗 所以 如果他被打到了 那是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 我现在重新的认识 就是制裁官员个人,其实是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我相信下一个阶段就是 机构啊 包括这个政府部门,包括这些被制裁 就是帮助这些官员的这些机构,包括银行 都会 都会上榜 后面 后面我觉得慢慢出来的一些政策会更具有震撼力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今天我还想讲另外一条新闻,另外这条新闻跟前面这个制裁是有关联 就是中概股 中概股呢,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提过 川普总统授权财政部和华尔街讨论这个问题,那现在结果来了 美国财政部及证券交易委员会 出了个报告,之前就是讲 罗姆辛负责这件事情 组成一个小组,跟证券委员会组成一个小组 研究 怎么处理,处理这件事 那么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出了个报告 给川普总统 这个报告建议什么呢 2022年1月份之前 所有不符合 美国审计要求的 中概股全部 退市 摘牌 或者叫除牌 退市,全部退市 就是在明年 意思今年是 2020年 明年 后年,明年是2001年,就是2001年用一年时间 再加上今年剩下的时间 做过渡 然后就如果 到最后 到这个明年年底 最后都没有 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话 那全部 全部 除牌 全部 退市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 那么川普总统是委任努姆辛,然后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克莱顿 那么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评估 评估中概股的问题 主要涉及中概股不符合 美国审计的要求的问题 然后给这个白宫提交报告 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呢,财政部说小组呢 小组要求这个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必须在2022年1月份之前符合美国的审计要求 容许这个 监管机构 叫 PCAOB 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督委员会 然后取得 用于 审计的 会计笛稿文件 叫会计笛稿文件 会计笛稿文件是什么意思,就是会计评证 就是会计评证 那么中国证监会和国家保密局还有国家档案馆 在2009年制定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叫什么呢,叫关于加强境外发行证券 与上市相关保密 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 这个规定要求中国企业不得接受PCAOB的对会计 底稿的审查 就是你不可以把这个底稿给他们看 就是会计评证 那么中美双方在2013年签订了一个跨境审计合作备忘录 然后让这个PCAOB向中国的这个 相似公司 取悦中资的这个会计资料进行审计 但是 其实呢,签的这个 这又是在忽悠啊 签的这个备忘录呢,没有用 因为根据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证监会跟保密局和档案局 发的这个文 他们是不能给他看底稿,就不能给他看评证 只能给他看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是根据这个评证,看完评证之后再出的审计报告,只能给他看审计报告 那PCAOB怎么干的,肯定不干 那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一直到现在 那么有人问我,好几个人都在问我,说为什么中国不愿意给大家看 会计评证呢 你给他看会计评证,这事不就过了吗 大家不知道 中概股里面有一大票什么 一大票央企 中字头的央企 还有一大票什么,中国的银行 中国的这个几大银行都在美国上市 如果允许这个PCAOB 去查他们的会计凭证的话,这意味着,大家知道吗 你知道这些机构里面有多少黑幕 有多少 有多少这个不能见光的这些交易 你想一下 工商银行也好,建设银行也好,你们不用看这银行,你就看出的这些大事 出的是什么,像什么 海南海航,海航集团 海航集团借的最多的钱,借谁的 建航的钱 为什么 王岐山原来是建航 原来的建航的行长 那都是几千亿几千亿的借 你见他还过吗 还有很多,就是这几个像什么王健林啊这些 都是这些大银行,越是大银行,他们借的这些买 拿来收购资产的钱,都是银行的钱 银行的钱,小银行哪够给他们借,都是大银行的钱 这些钱后面是怎么样,什么情况,没有人知道 你就是帮他们做审计,上市公司审计的是这些 这些会计公司 大家新照嘛,新知肚明就好了,他真看的 能给他看吗,不可能给他看的 你比如说中石油也好,中石化也好 这些央企 在底下有多少 跟 里面的那些 不能见光的交易,都是在这些央企跑来跑去的,出去的钱 所以他怎么可能给你看 这些底稿,如果真给你看这些底稿 那后果是什么 他们的这些底稿不都全知道了吗 所以他为什么要在 要在2009年把这个规定出来 然后2013年再给你签个备忘录 为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抹住 其实 其实真正不想公开的,也就是这些 我几样 中资的这些银行 其他的私人银行除了你要 做假账 其他的,我正正当当的没有问题的 不愿意,没问题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 拉姆举谁了 什么叫拉姆举谁,所有的中概股全部都不行 因为你要是满足PCOB的要求 你就违法,你在国内违法 你要是不违法,你就满足不了PCOB的要求 2020 2021年 第 到 2022年的1月份,你就出牌了 所以实际上对 对中概股来说,200多家中概股,你想一下 央企也好,中国的那些大银行也好,有多少家,没多少家 只一小部分,但是为了这一小部分 所有的中概股必须测试 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 所以 中概股 最后就是拉姆举谁,大家 抱团一起跳下去 大概是一个这样 影响是什么呢,影响几个,第一个 对川普来说,他让努母亲跟那个,跟证券交易委员会 开会,其实拿一个什么方案,就是要让 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资本市场 脱钩 这还是一个脱钩的行动 中概股你就别到美国市场来融资了 这是第1个,第2个,控制流向中国市场的这个资金 就是 把这个资本市场切断 把资金流向切断 如果 中国的企业没办法到美国的这个,美国来上市的话,意味着什么 整个风头 整个风头这个循环 就断掉了 整个风头,整个投资这个行业就没办法运作下去 为什么 他大概是这样 一个投资机构 我是风头,或者是我做整个的产业链的投资 从初期的 这个叫 天使 从天使轮一直投下来,投到上市之前,我都投 或者我只做中间两段 那他就开始做项目 做项目的投入投到这里面去 然后这些公司的慢慢长大,长大了最后跑到美国去上市 跑到美国上市我就套现 就是这样,比如说 我有10个项目,那么9个项目都失败了,那么其中有一个项目 在美国上市 上市 挣了多少倍 挣了100倍 那我这个项目我就全部都拿回来 拿回来继续投资 这就是一个循环,这是个闭环 如果你在美国上市的路径一切断 我就一直在投,我没有地方退出 没有地方套现,我就没办法再投下去了 所以这个循环就终止了 如果它终止的话意味着什么 投资这个行业 投资这个行业就没办法 运转下去 无以为继 那么 未来你就没办法再出现像 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 就没有这种公司,这整个的 我们叫新兴产业 就 憋死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美国的想法 大概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只不过这个事情呢 因为它主要是以财经领域为主,所以 理解人不太多,我们就放在一起讲一下,也就是说 川普总统一连打出三拳 第一拳打向抖音 微信,就是腾讯和北京字节跳动 这是第一拳 第二拳打向 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高官 第三 第三拳打向什么 第三拳打拳资本市场 就是中概股 就是三拳,连出三拳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大家就不要聊天,为了提高沟通效率 我们这两天都读不完,我就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会尽快的读快一点,那么大家也尽量的就用简洁的文字来讲 好吗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大家就不要聊天,情况、问题、观点三个 好吗 OK 好,鸣谢一下 谢谢,这两天太开心了,给王老师买肉吃 北京人叫贴秋标,好吧 我还要贴秋标,我还在减肥 谢谢 曹明谢谢 谢谢 谢谢,没有制裁韩正 说明没有上升到常委 看起来还是有点怂了 看起来川普还是雷声大,有点小 希望更加强硬一点,还有提到 提到家属会被制裁吗 家属不会被制裁 但是 但是 他不被制裁的效果跟制裁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被 他会被牵连,就是很多人也不会做他的生意 那么 没有韩正,为什么没有韩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韩正 他有他的标准 他给他的处理的原则 我尊重他们的这个选择 能做就行 这个我没有什么,我觉得我尊重他们的 美国财政部他们的选择,在这里面肯定有他们的考虑的,这个我理解 大家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 做事情的 跟 看热闹的不一样,做事情要考虑更多,更多更重要的因素 还有更多你们不知道的因素,这个也可能我也不知道,所以 我是理解 谢谢 总算看到王老师的微笑,替太太请王老师喝一杯日本监茶,谢谢 归人111,谢谢,没有提到制裁家属,这一点不满意 川普雷声大雨点小 好吧 川普 就是 哪是这样 如果他没做 我会批评他雷声大雨点小 那他现在做了 做了 我们就尽快 就 不管怎么样,做了 要肯定 这个是 我是非常支持 川普昨天到今天 他推出的所有的政策,我都觉得非常的好 我非常的支持 我们要 就事论事 好,我们进入观点 观点,我觉得光头警长应该受到制裁,这样的前线警察在执法的时候 会想想自己的后路 大家记住,这个名单不是固定的 这个名单是不断的增加的 不断的调整的 所以这个 不着急嘛 反正这件事情开始了,开始就往前走呗 你说呢,好不好 观点,对华人而言,制裁要 急于家人才会有效 华人重视家族 公务人员资产通常会 登记到家人名下,这次制裁没有包括家人,威吓力 可以降低很多 其实如果制裁起来的话 家人也会一样的,基本上效果是一样的,只不过在 在他的行文当中没有说而已 其实是会一样 情况,只要在巴塞尔协定里面的银行,即使不是美国银行,在反洗钱 和反腐败上都必须执行严格的风险管理 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政治人物全是高风险 这些人很难在银行办理任何业务 这和这些交易银行内部都要承担后果 每年风险培训反复要求对这类高风险人物提高警惕 是这样的 就算这个家 就算这个家属 没有在制裁名单里面 但是这个家属 其实在银行里面已经被标签是高风险人物 所以他实际上他也是开不到账号的 虽然他的那个制裁里面没有这一项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效果 观点,毛毛雨,你应该了解一下什么是禁止直接或者间接的金融接触有多厉害 老美的长臂管辖很大 这一下子全球金融机构他们都接触不到 可能就剩下跟老美对抗的那几个国家 就看他有没有胆子做 是的 当然是,真的是非常严厉的 美国政府只要制裁你 其实真的你就 你就会离开文明社会 制裁是什么 制裁不是打仗 那我们以前觉得 我要对付他 我就派部队去打他 觉得这就解气 过瘾 但是制裁我觉得是个相对文明一点的办法 这种文明的办法也是文明社会的工具 就是让你离开文明社会 你想一下,如果你的生活一秒钟没有 金融服务是什么概念 人类社会的 人类社会的文明都是建立在金融服务的基础上,没有金融服务这个 这个基础 文明社会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点是很可怕的 其实 你想象一下 把你的手机拿掉,再把你银行卡拿掉,那是什么概念 情况,林郑月娥推特账号今天被关闭,立竿见影,对香港官员制裁已经开始了 那个好像不是林郑月娥的官方账号 那是个假的 提问,理论上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也会执行 OFAC的制裁名单,是否会导致名单上的人在香港的资金使用也受到限制 香港金融管理局 制裁香港官员这事真的很讽刺 第1个 香港金融管理局不会制裁这些名单上的官员,为什么 香港金融管理局,它不是一个金融服务机构,跟它没有业务来往 它不提供金融服务 金融管理局是一家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不直接面对客户,它是面对商业银行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 你还真刁砖,这都能被你想起来 情况,瑞士将公投要求银行与损害人权的人停止交易 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的资产危险了 提问,白宫这连出三权 是否表明中美已经从冷战 前进 前夜进入冷战的开始 抖音、微信等国内通讯大厂这次受到打击 说明既得利益的中产阶级,如果不去努力改变这个国家的性质 那么就会随着这个专制独裁的国家 一起沉船 想独善其身,两遍讨好是不可能的 你这跨度有点大 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冷战的开始 我不知道怎么打你 我一直不认为现在中美之间是冷战,冷战是 美国跟苏联 两个的冷战,那叫冷战 我们可以讲中美之间是新冷战 或者是冷战的边缘 但是现在还没有进入一个美苏时期的冷战,这是一个 新冷战它有新的特征,那么有一些新的特征 和之间不一样 所以我不觉得现在是冷战 那么新冷战,如果要说是新冷战,那就早就开始 中美之间的 这种冲突 已经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护官 总领馆 就是一个表现 情况,杨洁篪昨天撰文,尊重历史面向未来,坚定不移 维护 和稳定中美关系,看来是真急了 情况 朋友圈竟是转美国封微信的 我就评论了一句,这是我最近最期待的新闻之一 引起他们的好奇 让他们自己出墙一探究竟 观点不夸张,我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 这都是香港孩子们用生命,用虔诚,用血泪打回来的 世界终于听到他们的声音和呼喊 他们终于把盟友叫来了 希望川普不要令他们失望 香港的孩子们太痛苦了 是这样 我今天也是这样,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 我真的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终于等来这一天 我经常讲 香港人 面对一个 他们没办法 就是 没办法 打赢的一仗 这是一个没办法打赢的一仗,你想一下 政府拥有所有的资源 那么 然后你看看香港年轻人 背个书包冲到马路上 所以 但是 香港人义无反顾 冲出去了 然后用他们的血泪 用他们的生命 向全世界呼喊 那么这一天就发生 这件事情终于发生 所以其实我看到那段话 我看到这条新闻,我是非常感动 非常感动 怎么说呢 天助自助者 首先他们自救自助 他们自强不息,他们不屈服 这是所有一切的 起点 和开始 只有这一点 所以他们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和支持 这是有原因的 观点,马蹄铁理论 要不是林郑软腰杆 今天应该不会这么快 让中共伸手进香港 林郑是他们一伙的 不是他软腰杆 他就是共产党 他就是共产党 提问,从斗地主的角度看,美国11人制裁,算相当于出了一个三 还是一对Q 还是三代一,还是四个二 双方离出王站还有多远距离,你是在问我吗 那还找着呢 那现在就是制裁也就出了一对三个人 就出了一对三而已 观点,老胡劝架的套路就是吵架 吵架是吵架,他不敢动手 动手是动手,他不敢动棍子 用棍子就用棍子,他不敢动刀子 估计 组织都被这二货气疯了,有道理 情况,美国推出11人制裁名单后,有人在梁振英 Facebook留言 问为何 没有梁副主席 梁自嘲回答 因为我们还不够爱国,哈哈 被制裁似乎成了他们的军功章 爱党爱国表忠心的表现,张建忠是国安 办公室核心成员,不在第1批名单里 会不会很害怕 因为 自己不够爱党爱国 梁振英 他说这个话你也信 他自己已经抖成一屁了 梁振英如果给制裁,你看看他什么情况 别急 后面 可能让他排到后面,让他难受一下 他天天抢第1嘛 是不是,还有第1,第2 英国还没出手呢,你等英国出手,看看香港这些官 哪个不哆嗦 都在哆嗦呢 全世界都在看美国 看美国,美国到底干啥,你现在说的那么口号,还在震天想 让我们跟你一起干,结果你自己不出手,我凭什么出手 所以全世界都在看美国 好,现在美国出手了 那其他人就等着吧,其他人也会跟着出手 最先跟着出手的是谁 一定是英国,没有别的国家 我认为是这样,一定是英国 观点 到美国大选之前 川普会更多的制裁共匪的措施 最希望的是打货币战和金融战,把人民币打成废纸 和房地产崩盘,中国人才会跟共匪干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你这个观点是上帝视角 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分析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做一些期待的时候 我们要顾忌两件事,第一件事情 后果 第二件事情 现实 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 吐嘴巴上痛快也不行 不能光吐嘴巴痛快 观点,瑞士银行这次真的让人惊呆了 谁都没想到瑞士是欧洲第1个主动提冻结的 我没有听见 你说的,我没听见 瑞士银行说要冻结,没有听说 情况 网上直接跳动老板张一鸣的朋友圈 尼硕在朋友圈 让张一鸣拿大量的钱去勾结民主党 团结美国人民 给川普泼脏水,让他无法胜权 游说美国政府 控告美国政府非法封软件 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制度来反对资本主义的无理打压 这有什么奇怪 不奇怪呀 提问王老师好,好久没有参加 参与直播了 但每期节目都在看,我最近有个疑问 对于美国的种种制裁措施,中共不仅对外三个人 死鸭子嘴硬 对内也是各种煽动民族情绪,为什么 美国不在出台制裁政策的同时 提供 一部分中国作恶的有利证据呢 比如制裁TikTok 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放出他们监控和非法使用 用户数据的具体证据,通过 释放类似强有利的证据,让中共 和美国国内的反对人士无话可说 第一 我不知道除了中共还有谁在反对 美国国内有人反对吗?我觉得没有人反对呀 对吧 第2 为什么提供这些,你说的这些数据 如果这数据每一次都要提供的话 是不是会暴露 美国的一些 意图或者是一些东西呢 而且 像什么,像TikTok,像微信啊,他们作恶的这些事情 路人皆知好吗 对吗 所以 我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而且为什么 为什么他一煽动民族主义我就要去 随着他煽动来 做相应的解释工作呢 这第1个 你的这个解释工作你也传不到墙内呀 对吗 翻墙才能出来看到,如果你能翻墙的话,你不用跟你解释,很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我不觉得是个问题 情况,今天的香槟市场快卖断货了吧 我今天也要看香槟,好的 情况,刚刚得到消息,瑞士将对20万亿中共资产 进行公投 我没看到这个新闻 我真没看到这个新闻 对中共20万亿资产进行公投 这个有点言过其实吧 你说呢,情况和观点 这几天是美国把原子弹投下广岛的历史日子 日本的媒体群众都在纪念反思二战的错误 和对世界对自己的伤害 在这个时间点 国内依旧娱乐,美国的坏 贝鲁特港口爆炸代表外国的不安全 还有突然弹出来的刑事案件 消息满天飞 但国人好像忘记了历史这几天的广岛事件 再过几天日本投降 无论媒体人们好像都忘记战争对人们的伤害和记忆 却天天播抗战神剧真的讽刺 情况,观点,如果对腾讯 和字节跳动的制裁通过 那这两家公司在ISO中国区的所有软件都会下架 同时和腾讯有资金关系的,比如说 Epic拳头任天堂,Sony也会开始和腾讯脱钩 此外所有支持腾讯 微信支付的软件也会受到影响,非常正确 提问名单短,没有牵连家属,还有重要直接责任人们在名单内 你在问什么 最担心的是这周几个动作是为了配合 威慑15日的 会面谈判 希望15日没有勾兑 所以还是先别太高兴 留待15日之后吧 应该挺高兴的,这是 这是真实发生的呀 对吗 你说呢 提问,拜登说如果他当选,他会取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请问王先生怎么看 我看了一下,这个讲话 拜登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在 完全不靠谱 就是 拜登对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他的看法完全不靠谱 他的中国政策完全不靠谱 就是拜登的中国政策完全不靠谱 那就是没找着北 提问,美国政府怎么保证 既让这些不符合会计要求的中概股顺利退市 同时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你有两年时间 你不能把股票卖掉吗 怎么样,还不需要保证 保证利益是什么,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就让你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就是保证利益 不是天天捧着你 天天 天天拍你马屁,那不是保证 投资者的利益 保证投资者的利益 就是保证信息的流通 这才能够保证利益 你现在知道这个情况 你有一年半的时间,你都不会把股票卖掉,还需要保证你的利益吗,你先保证自己的利益好不好 你说呢 情况,林郑在今年的人代会议上 共产党人员名单中就有他的名字,林在90年代就加入CCP了 当时他在北大做香港与大陆的连接工作 情况,老师前两天还出来个新闻,中国主要城市负债 负债率超过100%的是贵阳,昆明,长沙,南宁,东山省会 西北除了宁夏以外的省会 其中呼和浩特排第一,超过400% 包商银行破产 呼金开违约 这个都知道,包商破产,呼金开违约知道,这早就知道了 OK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专题,就讲中国的杠杆 中国杠杆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特别是企业的杠杆和私人部门的杠杆 都非常可怕 情况,中共在国内宣传,美国是人类 历史上最邪恶的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次使用核武器打击人类的国家 中共是这么宣传的吗 OK 情况,王先生你好 昨天直播没留言 关于点赞有六个问题 有个问题 我基本上每次看见节目我都会点赞,再看 最近五六次看完视频,点赞就变成灰色,我还得重新点一下才行 还有这样的事吗,我第一次听到 王老师有个问题,我憋在心里很久,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自洽 且合理的做法 如果突然有一天无意见发现,且确认了自己身边的某个朋友 确实是富可敌国,而且是财富的背后 其实就是土共的白手套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和他的关系了,王老师求解 这两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 你要把这两个问题搞懂了 你就能够自洽 第1个,你跟那些钱有关系吗 这是第1个 就是 他富可敌国,他很有钱,他有很多很多的钱 第1个问题是 你跟他那些钱有关系吗 这是第1个 第2个 你 如果和那些钱没有关系 或者是你假设 你的朋友没有钱,你会怎么对待他 你就怎么对待他 就这两条 至于他是不是白手套 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 因为他是你朋友 他是你朋友,你可以 大家明白一点 我们和另外一个人相处 我们只是把我们一部分的身体跟他相处而已 因为他只是你的朋友 没有别的 你可以跟他相处,没有问题 你可以保持和他的友谊 你仅仅是跟他保持他的友谊,你只是他的朋友而已 你还想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人对待朋友的定义呢 大概 受很多的影响 我觉得 我们现代人 生活在现代社会 我们互相之间有很多的 交集 但是我们也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的个人空间 那么我们也需要保留自己的部分,就好保护好就好了 然后你拿你愿意跟他 交往的部分,跟他交往就好 这就是你跟他的关系 如果你说你希望跟他们有 跟这个朋友有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 朋友关系 那你要想清楚 他愿不愿意 跟你分享 这么大范围的 人生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你还是跟他保持一部分 的人生好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复杂 就想清楚,第一个你跟那个钱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话,那你就能不能够 就是假设 他就没有钱 不存在的笔钱 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搞定 怎么不能自抢 鸣谢一下 谢谢 谢谢 继续支持王老师,您的节目对我们的生活 多方面影响都很大,谢谢 陈如王老师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成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子 千万不要成为我们自己曾经唾弃的那种人 是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 人生我觉得就这几十年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把这段时间过好,过得有价值 过得值得 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 就是你有没有活成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 如果你活成了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你这人生很有价值 或者至少值得 如果你活成了你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 那你说明什么 说你这路走歪了,或者走的不对,或者你活的不对 总是有问题 你就调整它,调整到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其实 其实人没有那么复杂 人其实很简单 就是 就是寻找自己的状态 去调整自己的方向 让他 朝着自己喜欢的 状态去转变 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年,一年不行十年,就慢慢转过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问题不复杂 谢谢,支持王先生,支持香港人,谢谢 谢谢 谢谢,可以取打猎,转目取火,原始生活 谢谢,提问,既然美国要制裁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 和企业 但为什么要把时间拉得那么长 还会有什么勾兑的空间吗 一如既往的支持王老师 这刚才的网友已经说过了,就说你怎么去保证这些重小投资者的权益呢 你把时间拉长一点 他可以出货 你说呢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保护投资者的一种方法,你说明天就让他退市,那大家不都闷在里头了吗 你把这时间拉长一点 大家慢慢出货不挺好吗 我觉得可能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吧 谢谢,川普表现越来越好,王先生也要赏罚分明表扬一下川普 我昨天已经表扬过了 谢谢 打卡东京,请王先生喝云南普洱茶 好的,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订阅